我Michelle要事先申報利益 我快要上岸了 跟那些兩頭不到岸的80後、90後完全不同 但我最討厭那些抑點就說 香港有機會搞到福利主義養懶人之女的廢話 在今時今日 不是還相信那些什麼自力更生的香港精神 最離譜的是反對普選的人還說 普選會令政客和政府不斷減稅 對同派堂討好選民 搞到香港變成福利主義國家庫房乾堂、破壞經濟 福利主義真的會養懶人嗎? 就以瑞典和丹麥為例 這些不歐國家出名稅率高 但國民要拿成半的收入來交稅 但同一時間 政府公共開支的比重也相當高 通常都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0%或以上 大家的生活這麼有保障 難怪丹麥人的快樂指數經常高舉世界榜首 至於瑞典 大家是否立即想起平日可以去掃平衣服 和看完傢俬還可以吃肉丸的那兩間大型連鎖店呢? 瑞典正正就是按人口比例計算擁有最多跨國公司的國家 所以說福利主義是否一定有如洪水猛獸 還會拖累國家的經濟發展呢? 反過來來說 是否完全不講福利的國家經濟就會好好呢? 是否那些在製造毒奶粉、坑渠油的國家就好好住呢? 說到尾,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是必須的 至於國家的經濟是好還是壞? 好視乎政府和國民質素咯